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期的生活调查团,我是调查人瑞恩 中秋节快到了,这个月饼又成为了各大商场的主角 各人对月饼是一种非常特殊的感情 觉得这个月饼不单只是一种美食,而且可以空拓出团圆的气氛 但是就是因为这么小的月饼每年都吃出了大问题 如今又有人爆料说这个月饼饼也出现了问题 说这个月饼饼含有有毒物质会渗透到月饼当中 如果人吃了这种月饼,轻质就会中毒 这些毒素就会慢慢积累在人体当中 会损害这个肾脏器官,甚至乎重质会致癌 哇,这个令人这么惊悚的传闻,到底是真还是假 这个月饼饼到底会有什么毒呢 今期节目一一为你调查清楚 月饼是九父姓名的汉族传统小圣 深受中国人民的喜爱 月饼圆又圆,又是合格分食 象征着团圆和木 在冲秋节的这一日是必食之品 有着几千年的传统文化 每年的这个时候,月饼的奢华 质量等等都会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 然而一直以来关于月饼外包装 大家关注点都是其华而不实相 但是容易疏忽了 趁密接触月饼托的健康和安全问题 对于月饼托的藏毒,你又怎么看呢 也不是说没可能 因为那东西是胶做的嘛 也有可能会有这种情况 但是之前是没有担心过这样的问题 应该饲料制品的话应该会有可能 比如说某些原料超标的 反正我觉得其他东西都不太好 通过我们刚才的採访和调查发现 不少的街坊都是听说过月饼托藏毒的传言 但是具体问到是什么毒 他们都不太清楚 究竟这个月饼托会有什么毒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进行下一步的调查 根据观众提供的线索 带着这些疑问 调查员上网进入某个论坛 当调查员输入月饼托三个字的时候 突然一行令人终目惊心一致 引起了调查员的注焉 月饼托含有禁用的索化剂 海口市场近九成的月饼在使用 传言说月饼托里面的这种物质 会损害人的肾脏 导致女性早熟,男性不育 甚至致癌,这么经历的传闻 究竟是真的吗? 事不宜迟,现在就让我们先来了解一下 什么是索化剂 索化剂又称之为增索剂 工业上的索化剂是索胶制品 承认的时候的添加物 种类多达百多项 但使用最普遍的就是 轮本二甲酸类的发行物 是不可以使用于食品包装的 索化剂的急性毒性不大 但存在很多潜出的慢性毒性 在高温和长期放置当中会释放出来 那么有些月饼托 为什么会含有索化剂呢? 这种月饼托里面 因为它是用到的是一个塑料的东西来的 塑料里面它有可能会加入一些塑化剂 去增加它的一个塑造性 因为它塑料的话相对来说 有可能会比较硬 那么我们要增加它的可塑性 然后会加入一些塑化剂 那这种说法的话 是有可能会含有这种说法之类的 究竟哪些月饼托会含有索化剂呢? 生活当中我们应该怎样分辨? 根据网上提供的鉴定方式 调查要决定实验体骗 好了 大家看到我桌上已经准备了 五种不同的月饼托了 首先跟大家讲一下一号的月饼托 一号的月饼托就是我从第一份月饼拿出来的 第一份月饼的价格是250元的 第二个月饼托就从第二份月饼里拿出来的 它的价格是130元的 而第三个月饼托就从第三份月饼拿出来的 价格是80元的 另外两个月饼托大家都看到我放在前面了 就是我从网上另外买回来的 大家看到五种月饼托 它们价格不同 和它们的颜色都是不同的 首先第一个 第一个我们看到很明显 它是透明色的 好了 我们看看第二个 第二个是金黄色的 好了 我们看看第三个 第三个看到它是透明加白色 有少少白色 我们再看看第四个 第四个跟第一个一样 同样都是透明色的 好了 再看看最后一个 最后一个就是纯白色的 好了 接下来的时间了 我们就开始进行实验了 接下来我们就会将这五个月饼托分别对着这个强光照一照 按照网上的说法就说如果对着强光这个月饼托里面是含有杂质的话 那它就不是安全的月饼托 好了 究竟这个说法是不是真的 靠不靠谱呢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开始进行实验 借助演播新来的强光 调查完才观察了这五个不同的月饼托 除了二号黄金色的月饼托 看到少量的杂质 其他四个月饼托都没有任何杂质 那是否意味着二号月饼托有索化剂 网上的这种检测方法是否科学合理 这种方法肯定是错误的 这个方法通过强光去照 其实并不能分别出里面有没有缩化剂 因为缩化剂并不能够用可见光就能看到的 所以这是一个错误的做法 但是另外一点就是说 如果你用强光下去照这个月饼托 你能看到里面有一些类似杂质这样的物质 反而也能鉴别出说明这个材质 是不是用了一些添加了一些不好的东西 或者是说是二次的或者是不卫生的 这种材料在里面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 它其实也应该是能够证明它是不安全的吧 传教说这种借助强光来检测素化剂的方法 是不科学和不严谨的 但是通过强光见到的杂质 那是否也都可以说明这个月饼托含有其他的不明物质 对身体可能还会有一定的危害 大家还是要紧实使用 那是否其他方法可以检测出索化剂 我们在网上又看到被各大新闻媒体 都转载报道过的一种鉴定方式 工具很简单 只需要一个打货机就可以抽出索化剂 这个鉴定方法是由国际食品包装协会提出的 文章提到我们经常用的索料包装材质有PS、PVC和PP 由于PVC的硬度比较大 如果进行加工成月饼托是需要加入大量的索化剂 而PS和PP是不需要的 而PVC也称是聚绿月气含有绿 有阻炎性 离开火源就会消灭 利用这一点就可以区别它和其他的财真 那究竟实验结果是怎样 我们的月饼托是否真的有聚络月气含 请看下我们的调查实验 好了大家看到我桌面上已经准备好我们今次实验的工具 分别是有五种价格不同 颜色不同和大小不同的月饼托 大家看到我已经放在这里 还有就是蜜子 火机 剪刀 还有一个就是蜡烛 还有一个就是装着水的烧杯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开始进行实验 按照网上的说法 如果这个月饼托点着之后离开火源 还可以继续燃烧的话 那它就没有这个硕化剂 但是如果点着之后离开火源 是不能继续燃烧 并且是带有这个恶臭味的话 那它就有这个硕化剂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开始进行实验 首先我们就要进行第一个月饼托 它是透明色硕料的 我们首先要把它剪一小块出来 好了 刚才我已经将这五种月饼托 已经剪了一部分出来取养完毕了 接下来的时间我会分别去点着它 观察一下它们的现象和颜色 会有什么变化 为了安全起见 我决定要做好防护措 好 接下来我们先将蠟燭点着它 下一步我们就要进行第一个月饼托的实验了 我们看到现在火仲继续烧 而且是没有出黑烟 我们现在把它放入水里面 好了我们开始进行第二个月饼托的实验 看看它离开火源之后 还可不可以继续燃烧 好了我们看到第二个月饼托 它在离开火源之后 它的火是立即灭灭了 点燃之后我们发现 一号 三号 四号到五号月饼托 靠近火源都会燃烧起身 并且没有客烟 特别是三号月饼托烧得非常猛烈 并且伴有滴油 但是围到二号月饼托 一离开火源就停止燃烧 按照国际食品包装协会提供的鑑定方式 那是不是就是说二号月饼托含有索化剂呢 于是调查小组就马上将二号月饼托 送到专业的检测机构检测 结果得知二号月饼托 确实是PVC 而且含有索化剂 那是不是可以说明 这种检测方法是科学的呢 就是用燃烧的方法来简单的鉴别塑料呢 实际上这是一种常见的一种做法 那么从工厂到实验室 在早期我们没有太多的仪器分析的手段的时候 我们可以用这种方法来鉴别 那么事实上我们也有一些很系统的鉴别的流程 那么像这个PS跟PE 那么在这个燃烧的时候呢 它会有一些特殊的现象 那比如说PE呢 它的燃烧就类似有像我们点蜡烛的那种那种情形 那么PS呢 那么在燃烧的时候呢 有大量的黑烟 同时呢有一些芳香类的那种香味的那种味道 才可以出现 那么PVC呢 居入乙烯呢 那么它在燃烧的过程当 它会释放出很刺敌的那种味道 另外一个呢 它是离火熄灭的自吸性的 所以呢 这些特性都能够拿来给我们对相对已知的这个塑料 进行一个简单的分类 所以这种做法也是有的 有没有塑化剂燃烧上面是看不出来的 我们都知道一般的再生塑料 也就是循环利用的塑料才需要塑化剂的 检测出月饼托是含有塑化剂 那也都说明月饼托使用的是再生塑料 传言说了 这些的再生塑料来路不明 质量不过关 毒素会深入到月饼里面 如果人吃了这种的月饼 这些的慢性毒性 就会令到女性早熟 男性不育 甚至致癌 那究竟是真的吗 传言说含有塑化剂的月饼托和月饼就会产生反应 因为月饼会含有油脂 那它就会很容易吸收了这个月饼托当中的塑化剂 产生这个毒素 如果人吃了这种月饼的话 真是后果不堪折想 在桌面上已经放了三个月饼托 那它经过检测之后 已经检测出来 它是含有这个塑化剂的 同样它里面已经装着月饼 是它之前原本的月饼 那这个月饼和这个含有塑化剂的月饼托 在这个风物空间保存这么长的时间 这个月饼到底会不会吸收这个塑化剂呢 接下来的时间 我会将这个月饼托和月饼送到检测机构 进行检测 含有塑化剂的月饼托 是否会真的和油发生反应 产生有毒物质呢 紫质包装盒含有隔板是传言还是事实呢 五花八门的月饼市场 消费者应该怎么选择呢 传言片讲 查了先讲 下次回来我们再告诉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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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话剂在这个材质里面它有一个特性呢 它是会向这个材质表面迁移的 这个是要有一定的时间和外界条件的作用 但是呢这种迁移肯定是会发生的 那么只要迁移到塑料表面的这种说话剂 那么它会跟我们的食物发生一个相互的融解融合 那么特别说我们是月饼是含油的 那么塑化剂呢人生就是有容性很好的一个物质 所以呢它就跟我们食品互相混在一起去了 那么就有可能被我们误实了 既然塑化剂是国家明令禁止使用于食品包装的物质 这个说明塑化剂对人体的健康有着很大的危害 那是不是好像网上所说 食了含油塑化剂的月饼 会令人慢性中毒 导致女性祖熟 男性不育甚至是癌的呢 目前没有听说是致癌 我看到比较多的新闻还是讲的 就是影响我们内分泌 影响发育 特别是对于我们性腺的这种发育好像是有干扰的 伤不到细细的月饼托 如果选不好的话 隐藏着这么大的安全问题 那现在中秋章节 市面上面的月饼种类繁多 包装也都不发白门 有人说了 越是颜色鲜艳的月饼托 越是危险 这个是不是真的呢 一般情况下我们做材料的 如果你要颜色鲜艳的话 那么你要考虑这个颜色 怎么加到这个材质里面去 那为了把这个颜色加进去 我一定会加一些珠具反应的 一些加工珠具进去 所以呢 成分珠具越多 那么像那些成分越复杂 那么风险相对也是比较高 所以呢 这个 一般情况下 最好是用无色透明的 那是最安全的 那么如果一定是 出于这个设计的需要 一定需要有一些颜色的拖 那么它这个加工的 这个过程 以及它的配方 最好也是在 视频安全的这个 与许可的范围里来加 拼了专家的话 我们终于知道 原来简单 普通的月饼托 才是最安全的 那些看上去华丽闪亮的月饼托 就有可能暗藏着毒素了 好了 月饼托的问题解决了 接着来我们进入下一个问题 就是深受大众 喜欢的紫质月饼盒 环保得来又健康 然而有人就说 事实的真相并非如此 紫质的包装盒也有问题 对于紫质月饼盒的安全问题 街坊门议论纷纷 大大多数都觉得 问题仍是出于 螢光增霸剂和隔板 那么紫质的紫盒 是不是真的有这两种物质呢 下面我们再次进入调查 现在差不多到中秋 很多街坊都会去买那些月饼 现在的月饼盒 实在是各种各样 什么都有 真的很好看 但是街坊就说 月饼盒好看还是好看 很多商家会在里面 加这个螢光增霸剂 是否真的 大家看到我桌面上 已经准备好 接下来要做的实验道具 分别有A4纸 和一张纸巾 还有一个强光手电筒 还有五个月饼的包装盒 如何做实验呢 大家看到我手上拿过这个A4纸 大家都知道 A4纸还有洗滴用品 都是有增加这个螢光增霸剂的 我们现在就拿这个强光手电筒 来照一下 看看它会显示出什么光 我们看到 现在照着这个A4纸 我们看到是蓝色光的 如果它是显示白色光的话 就证明它是没有加这个螢光增霸剂的 所以接下来 我们就要拿一张纸巾来做实验 纸巾也是我们平时会用到的 日常用品 来的 我们现在照一下 看看它会显示出什么光 我们看到很明显 它是没有任何的蓝光 而且显示的是白光的 好了 这个纸巾是没有加这个螢光增霸剂的 接下来的时间 就是重投气的时间 我们要开始检测一下 这五个月饼盒 究竟有没有加这个螢光增霸剂 首先是第一个 经过强光灯的检测 调查员发现 从市面上买回来的 这五种月饼的包装盒 都是呈现难光 也就是说 这五种月饼的纸盒 都含有荧光增白剂 但是国家有规定 荧光增白剂 是不可以应用于食品包装 那么如果这些月饼 含有荧光增白剂 是不是对我们人体有危害呢 荧光增白剂实际上是 我们很多材质上 发射用的一个辅助的手段 那么可能现在比较大量的 是用在我们的纺织 我们穿的衣服 鲜艳的那种颜色 还有我们洗涤行业 可能也会用到一些 所以如果是正确和安全 使用这个荧光增白剂 那么现在已经表明 它对人体是没有太大的作用 特别是皮肤接触情况下 有什么作用 但是如果荧光增白剂 使用到我们体内 那么这个可能要看相应的 这个专家和学术报道的 这个研究了 那么在我们包装盒里面 你在包装盒上面看到的 那是有可能的 因为我们包装盒 从纸张到这个油墨 它都有可能会添加 但是呢 好在的就是说 它只是包装的外表 那么我们食品的包装 其实还是有一定的规范 特别像这个月饼 我们一定是要把它这个完全封闭起来 另外一个大家也会发现 月饼里面还有一个吸氧剂 那么主要也是防止我们月饼的油脂 会发生提前发生这个氧化 我们所谓的这个一些变变酸 那样加来一种作用 所以呢 如果我们的月饼的包装 是独立包装 而且包装的比较密封的话 那么其实不用担心这个外面包 这个那个微量的荧光剂 对它的作用 专家提醒 就算包装盒真的有荧光蒸发剂 但是主意没有近距离接触到月饼 就没事的了 大家就不需要警方 在吃月饼的时候 尽量不要被这些纸盒 直接接触到月饼就行了 好了 下一个调查对象就是甲本 在网上我们调查发现 关于纸盒有甲本的传言 在网上传得沸沸扬扬扬 事实的真相究竟是不是这样呢 我们继续调查 在我桌面上已经摆着两个月饼盒了 首先我们来观察一下 首先看一下第一个 第一个 哇这个彩会非常之美 我们仔细观察一下 我们可以看到包装盒的这个边边 其实有很多胶水的 我们再看看第二个 第二个月饼盒 我们看到表面上有花花 彩会也是非常之美 我们依然再观察一下 共同点和刚才的月饼盒一样 它这个位置有胶水 我们再看看 这个边边上面都有的 再看过来这边 也是有胶水黏着的 这个胶黏剂和彩会 它里面有一种发含物 是叫做甲本发含物 这个甲本发含物是具有这个揮发性的 我们平时吃月饼的时候 都是用手拿来吃的 如果吃的时候不小心 拆到这些彩获 以及不小心拆到它边边的 这些胶黏剂的话 会不会将这个发含物 吃到自己的肚子里面呢 如果吃下去的话 对人体会有什么影响呢 经过48个小时的等待 检测结果终于出来了 结果显示1号样品含有少量的甲本 但2号样品却没有甲本 那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这个溶胶它的工作原理有点像我们塑料的那个加工过程 它是通过加热来进行粘合的 所以不太会发生 释放出甲本这样的东西 因为油漆呢 它反而是有可能会 根据它的加工的工艺嘛 有可能是有机型的 但理论上要求这层这个加工的这个油漆的这个纸盒 应该是按照规范它要停放要挥发 要把这些小分子东西挥发掉 才能够再进行包装 那么如果说它不注意 那么马上这个没有干的情况下 或者是没有很好的处理情况下拿来包装 那确实是对我们的食品会带来一些交叉污染 传家说按常理来说 市面上面的纸质月饼托的膠粘剂 是安全健康的 当然某些例外的违法操作案例 也不是不存在 所以我们在购买的时候 最好闻一下纸盒 如果有非常重的味道 最好就不要买了 但如果真的不小心 吃到含有甲本的月饼 对人体有什么危害呢 是不是真的好像传言所说的 这么多人害怕会致癌监 如果说这个作坊它是非法生产的 如果是含有甲本 当然这个甲本这种小分子 这种物质它会影响我们的血液系统 对我们的血液系统 特别是对肝吸引的 特别是肝 它的影响性比较大 好了 我们一起来总结一下 今天的内容 第一 选择简单透明的月饼托 这样才是安全又环保 第二 对着强光观看 不可以辨译是不是有熟发症 但可以辨别月饼托是不是安全 第三 为中安全又环保 建议购买金属盒装的月饼 以上就是今期的全部内容 希望今期的节目内容 可以对你的生活当中有所帮助 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想知道更多的节目资讯的话 可以关注我们生活调查团的官方微信 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拜拜 拜拜